大百場要場啊 這都不用看 哎 前幾題我們講過 咪啊 什麼 第一面都講過了 第一張到第幾 15題 就16了哦 對不對 是先減速 先減速 然後再加速啊 他先減速再加速 那就是先減速 然後對撞飛就加速啊 1秒14周期就1 10分之1 是0.1秒啊 你這裡16除以0.1 是160 20除以0.1 200看差多少 差40 再除0.1 就是400 這加速度400啊 可是這是公分哎 所以你要換成4公尺秒平方 公分 然後換成4公尺秒平方 你這樣才可以 哎 他是問這個嗎 他們B點的順時速度 B點的順時速度是多少公尺 那這個先不用換啊 對不對 他沒有要你換 你這是 他要算順時速度 160是這裡的平均160 這平均是200啊 啊這裡 160跟200的中間是多少 瞬間180 180公分換公尺 就是換1-8 對不對換1-8 合力 我們剛才算這400要改成4公尺秒平方 你要換公尺 然後公斤是幾公斤 0.5公斤 對不對 所以F等於MA 0.5再乘以4 等於兩個牛頓 兩個牛頓 那跟冠線無關的話 你這次向後部會向前進這牛3啊 冠線這牛1啊 好牛3是中立等反中立 向右減速呢 全部往右邊擠啊 對不對 然後3公斤2公斤做1的等速度 他寫等速度哎 那表示合力為0啊 你用3去拉他 那摩擦就是3啊 3-3才會是0 對不對 你用3去拉他 你用3去拉他 然後他用3摩擦 底敲掉就變0 然後他問說 要滑過幾公分 就用比利四啊 對不對 你只能 你只能到18 比例四是多少 18比24多少比40 18比24要等於多少比40 29 12 33 33 擺車 6364 所以這是30 好 所以這是30 滑過30公分 用比例的 比例的也相似型 幾秒之後會 停下來 你根據F等MA嘛 對不對 4000 等於什麼 MA 幾公斤 1,000公斤 1,000公斤 這車子 1,000乘以多少加速度 那這加速度要4 那你煞車就要把他當副4 你要打他當副4 你從40 你的速度到一開始是40 每次扣4 每次扣4 你可以扣幾秒 扣10秒 就這樣而已 他只是算10千而已 每次扣4啊 你40塊 每次扣4 你就扣10次而已 好 撞擊 受力一樣大 這牛3 這上次剛才上次講過了 然後加速度之比 好 他們互拉的話 受力 受力是1比1 受力是1比1 根據那MA就要反比啊 MA就反比啊 所以你的 質量是2比3 你的加速度就是3比2 加速度就是3比2 就照我這樣寫 好 我推木樁 木樁推我 所以木樁會推回來 推回來他的手 阿問的手 好 也問 往西推 那他就往東推 回推嘛 大小向同方向相反 同一直線不同物體 好 他自己寫等數了 他都寫等數了 等數只有一句話 合力為0 對不對 500克你要寫0.5公斤 然後丟到自己 F等於什麼 MA 已經那麼簡單了 10等於0.5 乘以A 那A就等於什麼 A等20 A等20 直線 直線有可能是上去再下來啊 你直上直下也是直線啊 所以B等於嗎 不錯 應該是路徑要大於等於位移啊 好 直線運動路徑要大於等於位移 因為有可能回來 有可能不回來啊 回來的話位移就變0了 加速度為正 就一定要變快嗎 不一定啊 你要看V啊 你V是正的嗎 還是V是負的呢 這不曉得啊 V是真的還是負的 不曉得啊 等數必直線 沒有錯 我獎益就寫了 等數一定是直線的 因為他不回頭啊 對不對 方向不能變啊 他問相反的 那就就跟誰吸誰嗎 對不對 太陽吸地球向右 月亮吸地球向左 那就是相反啊 所以月亮要在假的地方 月亮要在假的地方 如果月亮還沒來 好31 你這是叫什麼 你1公斤嘛 對不對 然後這也是1公斤 那1公斤 地球往下拉 有個地球往下拉 拉多少力氣 往下拉要拉10牛頓嘛 1公斤10牛頓 你寫錯 10牛頓幾個人會動 兩個人會動啊 他講過嘛 對不對 10除以2公斤 加速度就要5 所以根據F等於什麼 等於MA 10等於2公斤 產生加速度加速度要5 好 5是M斜線S平方 然後同學你要看啊 這個90公分呢 要把它分成40公分跟什麼 前面40公分跟後面的50公分 為什麼呢 因為 是前面40公分是加速的狀態 這裡有加速啊 可是一旦著地之後 他合力就為0了 就沒有人拉他了 因為東西掉在地上 所以車子前面也在加速 前面是加速 那後面是什麼 是等速 畫起來啊 後面是合力為0 後面是等速 所以你要看的是看加速到40公分 這個地方 所以 你的40公分要改0.4公尺 x 等於2分之1 gt 平方 at 平方 你要改 本來是公司是什麼 v 0 t 加2分之1 at 平方 你的初速為0 這就不用看了 那就0.4等於2分之1乘以5 5要丟下來 然後t 平方 0.8 除以5 0.16 所以哦原來t 等於0.4秒 所以這件事情會發生在0.4秒的時候灼地 0.4秒的時候他會灼地 砝碼灼地 砝碼 砝碼灼地 0.4秒的時候砝碼灼地 那車子就達到最快的速度了對不對 所以你根據v 等於at 嘛 初速為0啊 你是5再乘以0.4秒 答案就是2 答案就是2 這題很簡單啊 等一下 你有沒有帶進去 我們叫你帶1t 平方嗎 2分之1t 平方嗎 0.8除以5都會除錯哦 你不用乘以2嗎 0.16怎麼會1.6勒 現在是30秒的時候 30秒的時候有不同的加速度哦 這一條線的加速度你要用這個 紅色這個三角形來算 這裡差多少 差15秒 那這裡差 從3到9 這是6 速度差除以時間差 所以是6除以15 6除以15 0.4 就是他的加速度 加的加速度 那要乙的加速 乙的話要看這個藍色的 對不對 嗯 這裡看不清楚的話 你就看畫到大一點 畫這一個 對不對 這裡是6到3 這是3嘛 這裡是 50 15 20 25 30 這就是30秒 所以是速度差 所以時間差 這是0.1 那幾公斤 1公斤 F的ML 對不對 假是1公斤 再次假的加速度是0.4 0.4 啊乙是 2公斤加速度是0.1 所以答案是0.4 跟0.2 0.4跟0.2 那就要2比1了 這是機測以前的題目啊 很早了 要看斜率 自己念一遍看斜率 看這一條斜率 還有這一條斜率 算斜率啊 速度差 速度差 除以時間差 好 再來最後這個 因為他們總質量是一樣的 總質量一樣的 F也是一樣的 所以總加速度也是一樣的 這個加速度跟這個加速度是一樣的 好 所以 你隨便這個加速度寫 寫個9好了 隨便寫個9啊 對不對 那你這個推乙會使乙運動啊 所以這裡的合力 F1是多少 F1使乙運動 那就乙乘以9啊 對不對 那你從這裡推過來 你從這裡推過來 對不對 那會分給假一點點啊 乙會拿走一部分啊 假再拿走一點啊 最後的 F2是使誰運動 使假運動啊 所以F2是假再乘以9啊 假的質量除以乘以9的速度 那他們誰大 一個4公斤一個2公斤 這是2哎 這是4哎 對不對 所以F2比較大啊 F2是比較大的 你問哪一個 再說一次 F1的功能 是讓乙運動 因為你要推過來的啊 對不對 F推假假推移吧 那這裡是F推移 乙推假吧 所以F2的功能是使假運動 所以這個加速度無所謂啦 9876 隨便啦 因為他們加速度一定是相同的 這兩個一定是一樣的 因為總質量是一樣的 34他說100公尺 然後再300公尺 所以他加速度是多少 這個速度是10啊 所以你你走完這裡要幾秒 只有200公尺 200除以10需要幾秒 你要20秒 那對恐龍二也要在20秒之內 完成這個300公尺啊 對不對 他是用加速度運動啊 他應該是靜止的啊 啊 從靜止開始 所以BT圖 然後畫一個三角形 因為他是靜止開始的 你的總面積要300 你的時間要20秒 你這樣算不出這個嗎 對不對 300是公尺要畫裡面 20秒畫在外面啊 為什麼20秒這裡啊 對不對 這個人就要就要跑20秒了 200公尺除以10 就是20秒了 快點啊 這多少 600除以20 這是30 所以你最後速度達到30啊 然後最後你要怎麼算加速度 速度差除以時間差 速度差30除以時間差 20 所以你的加速度是30除以20 恐龍啊 恐龍加速度要1.5 1.5 這很簡單 而且這很基本的題目 這三四體而已啊 三四體而已是不是 還有嗎 還有